出第一道題目 請出禮 好 沒問題 第一題要問的就是 我們傳統結婚儀式 當中有很多習俗跟定妓 請問在婚禮宴客時 如果有孕婦在現場 造成有喜衝喜的狀況 可以用什麼方法化解 A 在運度上貼紅包帶 B 在運度上綁紅線 C 請孕婦穿紅色外套 或是D 在運度上畫紅色叉叉 A B C D 請選擇 來… 我非常選擇 應該是B啦 對啊 豬B B B 對啊 那個綁紅線 在肚子上畫一個叉 畫一個叉叉 對啊 要幹什麼 還又不是吵吼 還又不是吵吼 還又不是吵吵 就在記憶裡畫兩個叉 這樣 當我們在演戲的時候 如果我們今天要辦神明的話 比如說演那個關聖帝君的話 其實我們要在頭套裡面 打一個叉叉 就是要告訴他們說 其實我是在演戲 我在演戲 Just kidding Just kidding的感覺 對…Just kidding 我們是在演戲 是在辦妝 然後我們真的在演他這樣 真的 也不是要汙蔑你這樣子 對… 我就不好意思 就是對於生小孩這個 還沒什麼概念 沒概念 對… 所以我會選這個叉叉 OK 但小潔很肯定喔 是選那個綁紅線 據我所知是不是衝喜 你知道為什麼知道這件事嗎 因為我們這一批懷孕的人 不是很多嗎 所以常常去錄影的時候 都會遇到孕婦 你知道他們說如果孕婦 沒有在肚子上面綁紅線 譬如說我的肚子 跑到你的肚子 他會… 譬如說我的小孩 會跑到你的肚子裡面 你的小孩會跑到我的肚子裡面 所以很多人是很建議 這不是外遇嗎 真的 就是領養 是真的 因為這個我記得是 另外一個女藝人告訴我的 因為他說他要出門錄影的時候 他婆婆知道說那都是女生 都是孕婦 所以叫他一定要在肚子裡面綁紅線 然後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 我就參加別人的婚禮 我進去的時候因為我肚子很大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要綁紅線 這件事情 然後對方的家人就有點尷尬說 你知道懷孕不能來別人的喜宴嗎 我就說那怎麼辦… 他說沒關係… 我們拿一條紅線綁在妳的肚子上 就沒事了 生命經驗 就化解了 對 他都已經講成這樣子了 你們也聽過嗎 我聽過 就是比如說像那時候我懷孕的時候 就是要去參加別人的婚禮 他就說要買就不要去 如果你要去 真的非得去不可的話 你可能要在肚子上 肚子裡面綁一條紅線 因為放在外面不好看 也怕對人家不敬 喜事 人家辦婚禮是很大的喜事 就怕動到胎神 真的… 阿虎這個也是聽來的 沒有 解釋很完整 但是因為我沒有遇過喜衝喜 但是以前有看過孕婦參加喪事 她也是綁紅線 對 也是要保護胎兒 保護胎兒 對… 我們屬虎的比較尷尬 人家結婚我們是不能去的 不能看到新娘 不可以去 對 然後要被趕走的 對 幹…我們就到上面的那個鴿舍 裡面鴿子有生蛋的全部掛掉 生蛋 是老火嗎 真的 我可以問一下嗎 你結婚的時候 你有進去動… 對啊 怎麼進去 我結婚的時候我本身沒有去 對 就沒有這件事啊 我結婚是台灣媒體幫我結的 沒有辦法 他們要我這樣我就這樣 也無所謂啦 對… 當一個父親負責任比較重要 對… 對不對 像你還不做有結婚證書的 你幹嘛這樣子撞人家 你剛剛有兩種證書咧 你有嗎 對啊 你有嗎 我還有離婚證書啊 什麼 正確答案是B在運度上綁紅線 沒有錯 沒錯… 大家這邊三位都得到1分 好 下面一題請出題 好 途中我們嬰兒的衣服 和帽子上面都被繡上了萬字符號 請問這個服裝通常會出現在 下列哪個日子呢 A滿月儀式 B收閒儀式 C百日宴或是D替胎毛儀式 請作答 收鹽吧 收鹽 對 太暖 收吻啦 收鹽 對 百日啦 這第一次看到耶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耶 替胎毛 這個是哪一個 繡腕姿在那個衣服帽子上 好 D A D A 妳那是D吧 A吧 D A D A 我是有參加過替胎毛啦 但我還是真的沒有看過這個腕姿 我滿月跟收吻都有伴 可是因為收吻好像就是有餅乾而已 然後只有滿月好像要換一個 老虎的衣服 可是我沒有注意到那個萬字 對… 所以我不太確定是A還是B 妳選的是滿月 對 我選的是A 對… 猜測啦 因為就是它替胎毛感覺跟光頭 光頭跟和尚比較有關係對不對 加個萬字好像比較合理啦 這個好合理耶 對吧 妳倒不如說替胎毛有刀 怕危險或什麼保護它之類的 對啊 好 來 仲英姐 我也是選A耶 因為我印象中是滿月 就是好像滿月的時候 是奶奶還是外婆一定要送 就是從頭到腳的帽子 衣服 然後還有她的襪子 對 然後帽子上會秀一個這個字 真的啊 萬字 對 最單身是滿月醫師 其實跟仲英姐講的是沒有錯 就滿月當天有上桃味這樣的習俗 然後就外公外婆 要贈送寶寶從頭到腳 帽子 衣服 鞋子 襪子 包巾 金鎖 金鎖那些 手鐲 鑿鏈 棉被 所以反正全身用得到都可以 然後在衣服的領口後方 後面 脖子後面繡萬字 祝福他能夠得到保佑 健康平安長大 好棒喔 這些古代的這種所謂的民俗 或什麼這些 真正有它的作用嗎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對這個孩子的關心 聽說紅廟裡面不是會跳八一五嗎 然後一個那個孔雀的羽毛在那邊跳 我幹嘛 這個是對古代的八位帝王的一種禮數 拜哪幾位你也不知道 但重點是要有那個心 對不對 所以做人的心部 沒有那個心 也要有那個脆 有沒有道理 好 下面一題 怎麼說到這個啊我 好 第三題 老一輩有很多民俗療法 有時候讓我們覺得匪夷所思 有時候又神奇到讓人驚呼 請問照片中我們有一杯水 上面擺一雙筷子 是什麼樣的民俗療法呢 這個有幾種狀況 其實它備選的答案不夠多 A種數B 拉肚子 C打嗝 D頭痛 E也可以 E有一個選項 E是什麼 要喝日安完美 了解 要把它攪拌 對 要把它算成民俗療法的一種 這個簡單啦 這題滿簡單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簡單… 真的嗎 重點是喬下水 就是打嗝喝喬下水有沒有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它放那個筷子 意思就是在喬底下的水 喬下水 喝了之後可以指這個打嗝 真的啊 對… 其實這題我必須說我用猜的 但是我曾經真的被狗咬過 然後我媽媽就去把那隻狗抓過來 然後用牠尾巴在 咬那個狗 沒有 好公平啦 我喝過狗毛的水耶 牠就把那個狗的尾巴抓過來 然後在水裡面這樣喇喇 然後叫我喝掉 然後就說這樣我就不會被嚇到了 太驚人了 對… 這是喔 真的是這樣 有這樣的太驚方法 然後還有很多那種 生皮抓有沒有 對 載車 對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是用那個鐵鍋 有沒有 一直敲打… 那個回抓就會消掉 還是有這種民俗療法 這個真的太民俗了 好特別喔 沒聽過 我還是選C 可是這個我跟仲英姐一樣 我是用 拆的 拆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這個 可是我想說 打嗝要喝水 喝水在上面放一個筷子 是不是代表 喝完水就不打嗝了 就是有點像話叉叉的概念 這個喬下水是說可以自打嗝 但是後來又是有那種科學分析 就是說因為你這樣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臉部的肌肉會拉扯 讓它就是比較不容易打嗝 所以是喝這個杯子的時候 那根筷子要擺在上頭 對 這樣壓著這樣喝 所以可能你這個腳還可以 壓住 不是 壓在杯子上面 然後抵著這樣喝 可能說這個角度你的面 就是你的臉部會放鬆 就比較不會打嗝 沒有…你知道我們 我是台南人 南部人 他的打嗝治療方式是什麼 你知道嗎 下塔嗎 對 就是有點就是說你打嗝 然後我就說你手伸出來 就是無欲緊這樣 很用力打他一下 然後他就好 嚇他… 我聽過這一類的這麼多 有一個我覺得是合理的 什麼 針眼 長針眼 對 要用這樣去拉 對 我小時候 對啊 很熟的 這個是真的 結果它的原理是什麼 它的原理其實就是促進你的淋巴 讓它可以循環 淋巴就是 因為它真的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你拉伸 然後循環了之後的同時你這樣拉 它就可以快速把那個細菌那些的 就是代謝掉 所以是真的必須反過來 而不是定下的 對… 請問Sandy老師 如果偷看別人洗澡是真的會 根本不會講真言 沒有… 它這個就是一個說明 要懂得怎麼做 對不對 你不可以偷看人洗澡 不可以偷看 你可以用這樣偷看 真的不會講 先吃解藥的概念 舌頭 舌頭不要伸出來 先解… 正確答案是C 達哥 沒錯 達哥 對 其實剛剛阿虎講的沒有錯 老一杯說達哥要喝喬下水 然後這雙筷子擺在放滿開水的杯子 對 杯子要念咒語 要說達哥要喝喬下水… 念三遍 然後保持筷子架在杯上 然後喝完就會立刻止閣 然後很多人說非常的懸喔 可是屡事不爽 當然醫學有講的確 就是一口氣喝大量的水 刺激咽喉附近的神經 能夠成功抑制打嗝 我也有聽過一個說法 是醫生講說你喝水的時候 沒辦法呼吸嘛 其實抑制打嗝要用的是二氧化碳 所以你沒有辦法把你身體裡面 二氧化碳 沒有 是二氧化碳沒有噴出來 的狀況下會抑制打嗝 對 所以應該是都是互相有關係 對 憋氣的關係 沒錯… 小學問 生活小常識 對 真的 來 下面一題請出題 好 台灣拜拜禮儀很多樣 但從最基本的點香 開始就有很多的禁忌 請問下列關於香的敘述 何者錯誤 A 點香不可以用嘴巴吹襲 B 香如果掉到地上 不可以撿起來繼續拜 然後再來是C 香插歪了 不可以拔起來重新插正 再來是D 插香的時候不可以用左手 請問哪一個是錯誤的 這個要問寶島妙妙妙啦 好 請問答案 1 2 3 D…CD 來 DDCD 可以拔起來重插 其實不可以拔起來重插 不可以… 就是合者錯誤 不可以是對的 它是否定的… 對 這是比較 陷阱… 博文不好啊 公投題啦 我選錯了… 對 左手它其實最可以通天庭的 心臟嗎 對 然後就是以左手的話 我們是 我們右手基本上是晦氣出去 然後左手基本上是好的氣進來 對 所以我們用左手去插香 其實可以跟他們 因為我們主要插香的原因 是要跟他們銜接上 所以我們用左手去插香 你應該去主持寶島廟… 不是 他是真的在宮廟服務 我知道啊 在那上 但是你如果在宮廟服務 結果答案是錯的 我們也很會怕 很尷尬 萬一是我對的話 求報求 這肯定啦 點香你用嘴巴就這樣不進 超級不進 這不行啦 掉到地上你就撿起來 拜這個薄金 這也不行 我們可以直接丟在金螺裡面就好了 對 再點…就好 如果插歪的話 我們不要拔起來 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沒關係 因為太歪了嘛 你稍微調整一下就可以 你不要整個又拔起來 對… 基本上插香都會插歪 因為很燙你知道 大家都用丟的你知道嗎 對啊 沒辦法插陣 那種沒辦法了 搶頭箱的根本就是 它就整個是飛鏢耶 搶根本就是歪 用射的 對啊 搶頭箱那個三分線外就跳頭了 對…沒錯… 因為你知道大廟那個另當別論 因為大廟其實你插太多 很容易換樓 所以他們都會把它收走 對… 可是如果在家裡的話 它連那個箱的那個根 那個都要看時間去拔掉 所以你不可以拔掉再重插 對 我們會有請頓的時候 家裡的話就是請頓的時候 才會清那個香蕉 你看 這民俗 真的專業… 等一下像問掛的就問一下 正確答案呢 當然是D囉 插香其實應該是說 插香不能用右手 然後是左洋右陰 左手吸收陽氣能量 右手排出陰氣廢氣還有負能量 所以應該是要用左手插香 目前來將鄭中醫4分 小潔4分 阿虎以及民俗專家楊子儀才2分 寫錯…答案主要是 糗不糗啊 裡面兩個小朋友真的不行 加油…